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講如何走 那我們在走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連續站的一個過程 你每一步都要找到自己中心的位置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先踏往前踏一步 那我們往前踏一步的時候要先注意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你的步寬 要與肩同寬 第二個是步距像師兄這樣有點太大了 我們一開始先小一點 大約半個腳板 你會發現半個腳板大約是你骨盆的移動的距離 那站到這個位置找到前後左右的張力平均點之後 把重心完全移到這隻腳上來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骨盆其實是會自動的微微的旋轉 這樣肚子才不會用力 接著讓你的腳後腳離開地面 那你的骨盆因為順著骨盆的方向 腳會自然往前擺動 那大概也是會到一個半步的距離 像這樣子 那再重複這樣子的過程 實際上就是 找到這隻腳的重心 把重心移到這隻腳上來 後腳放鬆 自然的往前擺動 那就會有 自然的這樣子的 走路的一個這樣的過程 好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遍 我們先往前走 大約半步就好 一開始的時候如果你步法步距太大 你很容易用力 身體就會卡住 所以我們先半步 重心完全移到一隻腳上 身體放鬆 骨盆放鬆 自然腳就會往前擺動 重心再往前移動 再往前擺動 它就是一個 不斷的尋找 你這隻腳 重心如何站的一個這樣的過程 好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過程 那一開始大家比較困難的一點 上半身多少會想要用力 想要擺動手 這都是不必要的 對 你完全讓重心的移動來引導 沒錯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當我們這樣子重心移動 你會手不擺動 原因是因為你移動的很慢 但當你把身體自然擺鬆了之後 手其實會順著身體的這個甩幅 它自然就會出來了 好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不斷的建立這個 腳步踩踏的過程 身體自然的擺動 你的脊椎也會跟著 一點點的變化 旋轉 沒錯 這個其實實際上就是我們 如何去感受 自己身體的質量 重心在轉換的時候 帶動了最自然的一個力量的過程 在一般的練習上面 我們會建議大家 幾件事情 第一個 視線要放平 看遠 頭部不要跟著左右轉 也不要看著腳 來做事 就讓自己放輕鬆 踩出去身體 跟上 放鬆 踩出去 跟上 放鬆 那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基本上 因為 我們要往前走 視線往前 那你的腳尖要記得 盡量讓它是朝你要去的方向 不可以外巴置 對因為你不要 不要外巴也不要內巴 除非你要轉 那是因為你已經知道你要轉彎了 那你其實人的視線 整個身體會跟著一起過去 對 好 以上就是走的技巧 建議大家一開始 學習練習的時候 可以 100步 回基礎 慢慢的 耐心的走 謝謝各位 歌詞 喑 雀 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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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